登革熱肆虐南台灣 高雄封公園 台南市登革熱疫情失控 到昨天確診病例1676人 其中兩人死亡 包括4名消防隊員 3名警察和1名 T代一男都確診 衛生局每天派員四處機查 要求民眾每三天 檢查一次住家內外環境 及清除積水容器 如果查獲陽性容器 將開罰3千到1萬5千元 但民眾發現撫錢路上 孔廟和綜藝國小因颱風倒塌的數目 都還沒清除完畢 一百年 又一百年 限料不在限 在外面下加上就拜託 爆發這個家裡面的 並沒有之前有清除在結束 剛好碰到抗旱 所以大家都有這個 水桶擠水的習慣 那這一點剛好 跟登革熱的房子是相配別的 民眾的習慣沒有改變 七八月份的時候 登革熱疫情升上來的時候 剛剛好又下來了 然後今年的登革熱的病毒 又是新疏病 新印名疏病 叫做2015病名疏 全台南市市民身體裡面 都沒有看過 高雄市道前天也有 三百二十六例 愛河沿岸的石湖公園 連樹洞裡 都有病沒聞幼蟲 鄰近區裡 二十天新增三十五起病例 高雄市府破天荒 祭出封閉市湖公園的鐵碗措施 阻止疫情擴散 動新聞綜合報導 蘋果目擊一百位爆料公民 每月獨家爆料兩則以上照片或影片 如採用當月就發兩萬元獎金 爆料拿獎一舉數得 照片一千 影片兩千元 每週點閱數最高 再送獎金五萬元 全民監督社會從爆料做起 爆料請打電話或用APP電郵 等各種方式 再送獎金五萬元 再送獎金五萬元 第二次